另一方面,今年的国中基策将针对特殊的身心障碍考生 首度提供光碟语音暴读 考生可以自行操作控制 希望能够改善以前有人工暴读不够公平的问题 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 这是首度针对身心障碍考生提供的光碟语音暴读服务 今年国中基策的暴读考试共有251位学生申请 主要是提供给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使用 像是阅读障碍因为无法清楚地看到文字 或是无法解读文字内容 需要有人暴读题目,方便作答 今天考委员他会在中响之前 就先把考试光碟片放入光碟暴读机 那中响打下去之后呢 考试的学生只需要自己按播放键就可以开始 承办学校表示 光碟语音暴读比以前的人工暴读更具公平性 因为人工暴读的语气和暴读的快慢 都有可能影响到考生作答的判断 新的光碟语音暴读,语音内容一致 而且由学生自行操作 可以自己控制速度,自由调读题号 人工暴读它有,比较有人性 不过因为它有人性就不客观 那很可能比如说我在读的时候 一不小心读到A1那个选项 它可能稍微大声一点点 那它可能就会产生暗示的作用 除了语音暴读之外 在考场也会另外准备一份一般试题 给暴读考生使用 如果遇到考试内容有图形、表格等 无法用暴读方式进行的题目 则请学生阅读试题本 另外语音暴读的考试时间 依学生个别的状态可以申请延长 经过特教学者审查通过之后 最多以20分钟为限 记者台中报道